21号,27,28,这几个 那当然如果你的数据月够的话 因为这只有101跟102 那如果说你可以把历年来 假如说从台采开始到现在为止 那你可以从网路上自己去抓所有的data 这就是大数据 而且是开放的资料 这个没有什么任何的隐私 那你可以拿来做统计 不过当然这个只仅供参考 OK,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总共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格式做成这样子 那里面两个函数 一个是count者 那用个名称 用个名称 这样会比较简洁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把它加起来 两个相加 最后做个排名 那排名的话呢 最后再把颜色变更一下 细节部分的话 我在云端上有放了一个档案 其实在这边已经有个答案了 如果你们回家有看的话 这边都有 刚刚的画面 我都把它拍照放在这边 所以你要参考一下 应该都做得出来 OK,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这一题主要就是帮各位 以后如果说你要统计 统计某一个数字 或者某一个资料 它在整个大范围里面的几率是多少的时候 这个就很简单了 然后只是用了两个函数 一个叫count count是算全部有多少个资料 这因为是数字 所以我们用count 其实用count a也可以 因为里面其实都是数字 count是算里面有多少 但以后如果你要算的 不是只有数字的话 可能文字 可能日期 可能是其他的资料 那都可以用count来做 那count if是算说 它如果里面的资料 等于你前面的那个 要查的资料的时候 总共有几次 那可以算出来 这个范例其实还蛮好用的 再来第二个就是格式 万分之多少 以后如果你要显示 类似万分之多少 这样的格式的话 可以参考 用我们刚刚讲的方法 第三个就是那个 我要查出 因为要醒目一下 就是有些东西到底最后结果 我最重要是要找到 几率最高的七个号码 因为我等一下 可能要去买彩券的话 要当成参考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颜色 做醒目一点点 那所以这个方式 其实用在各行各业 其实都也受用 你说股市资料 不也是差不多 你可以去统计它 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 最后 当然你可以有个历史资料 这些历史资料 其实网路上应该 也都可以调得到 那你可以去统计 那当然就会有一个数据出来 所以其实这年代就是 在开放资料 其实现在慢慢 你会发现公家机关 私人机构 都会有陆陆续续开放大量大量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 其实都是免费的 而且是公开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要在这么大量的数据里面 得到一个最后的一个参考结果 当然就是可以 比如你将来要做简报的时候 这个就是简报里面 非常有力的说服资料 因为有时候你要 讲一些东西 你有没有一个 很强而有力的一个 这个支持 一个支柱 其实都是 你要非常精确的数字 数字来源等等的 如果都是非常的 客观的资料的话 我想就非常有说服力 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实际上非常的简单 所以这个技巧 大概没有几个 不过这些技巧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很好用 另外像定义名称这种 定义名称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用到 还有一些格式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说怎么样把 最后这个结果给做出来